人生万变,起跌无常,风雨同路,与你同合 《新闻》 他一心向钱看 我心目中,钱是最重要的 因为没钱就什么都不行 一直都是靠自己,挺囂張的 他喜欢马,更加喜欢到马 有一个朋友在澳门做年马师 我当然支持他,买一只马在那边 有时候走走走,不见了他 他会进了餐厅看马 他买了马场,想着大展拳脚 自己做年马师,买些马去比赛,然后去赌钱 他专注于兴趣,令家人不满 他不太在乎家人 我儿子和我的关系都不好 为了改变,他决定移民 我想自己可以随时改变得到 转变环境我就可以了 靠自己,真的可以改变吗? 靠近温哥华市中心 在气势灰宏的斯门桥南端 有一片占地400公顷的陆周 这里是加拿大最大的市立公园 也是温哥华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Stanley Park,史丹利公园 来到史丹利公园 你可以开车在树林之间穿梭 也可以坐马车游览每一个景点 当你围绕公园走一圈 就会发现很多踩单车的青年 或者在海堤散步欣赏风景的游人 既有活力的户外活动 也可以享受安静时光 史丹利公园充分满足了温哥华居民 动静佳怡和崇尚悠闲的生活节奏 黄光耀Hughes当初决定从香港移民来温哥华 就是因为向往简单悠闲的生活 不想因为忙碌碌碌而失去和家人相处的时光 其实我移民最主要的就是 我当时的家庭关系不是那么好 因为我经常出了去应酬 我当时两个小孩 一个四岁一个五岁 很少时间见到他 太太又很忙 又忙地产又忙小孩 基本上我一个星期见到他几个小时 因为我要应酬 可能两三点才回家 第二天晚上九点几十点才上班 小孩一早上学 晚上一早睡觉 我根本都见不到他们 他们的成长是怎样 我根本完全看不到 我都想修补一下我们家庭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和儿女的关系 另一个原因就是 以前做的那些 开始觉得有点厌倦 比如整天去应酬 喝饮食食 有夜睡 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 就是感觉 我三十多岁 应该觉得 开始很多东西都不太坏 就是想到 不如我应该转一转环境 所以我就决定移民 三十多岁 本来是Hughes工作最有憧憬的时候 但他反而觉得厌倦 因为读完中学 Hughes已经开始做工了 18岁出来工作 就辰转地做了几行 后来跟我哥哥去律师楼 因为他实习的时候 我已经跟着他 一直做地产搜索 当时地产交易也挺多 有些居马费 后来我哥哥正式做了律师 他自己开的时候 我就去负责找生意 就是去联络地产 联络地产 不外乎饮饮食食 赌钱 在律师楼做了四五年 都赚到一些钱 当时地产很兴旺 我叫太太在银行 辞职银行 出来搞地产 我们就买卖和律师楼 好像一条龙这样做 最重要是炒楼的时候 每一宗都起码几万 而且很快 在元朗没有多少盘 楼也不是很多 但所有楼的资料 我已经在脑子上 因为我做得多 哪一栋楼值多少钱 什么价钱可以入得过 你告诉我 我已经知道是买还是不买 有时客户是赶紧的 压低一万多千 我们就入 入了之后 有装修的 我们帮他们 收拾一下 然后再转手 分钟继续也不用上继续 你做十四号都可以卖 每一单都赚到钱 变了在那几年 赚到很多钱 那时候觉得自己不可一世 以为自己很本事 他一心向前看 专注打拼事业 Hughes很少跟太太Michelle沟通 更忽略关心儿女的成长 他将教育的责任 全部推给太太 受者知道有很多问题 但他不能跟我的分担 因为你跟他说 他是没有耐性 他不想去烦 他只会在自己的生意 我想那些都是自私的行为 他觉得他喜欢一万五 我喜欢做一万 很少沟通 就算子女有什么问题 我都叫他不要烦我 因为我太多东西要兼顾 我只顾外面 我认为他顾入面 所以我很多东西都没有理 所以也有些遗憾 因为小孩子大了 漸漸大 就好像很生疏 就好像大家住在一间屋 他要在责任 他要压制住人 所以子女也不喜欢跟他沟通 子女会和我说话多些 因为知道和我平等地谈一件事 但如果跟爸爸说 爸爸会很快就用自己的意思 转弃了他的意思 我比较大男人 做什么我自己想到是什么 我就自己去做 很少跟他有很多商量 我才去做 在工作之外 Hughes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娱乐 他最沉迷的就是赌马 我很喜欢马 我有一个朋友在澳门做练马师 我当然是支持他 买一只马在那边养 香港是逢星期六 星期三都有跑马 他会逢那两天也会不空 那两天之前也不空 因为要学习 所以整个星期也不空 他的脑子也不空 他的人也在 但他的脑子没有空 你不能跟他说话 可以这么说 Hughes意识到不可以继续这样的生活 虽然赚到钱 但会失去健康和亲情 所以他决定移民加拿大 希望换一个环境 可以改善生活 移民过来的确有一段时间 又真的有家庭 头两年他都在读书 他就去学校读书 继续想读好英文 真的读了两年书 很认真地去做功课 都希望改变自己的形象 子女也开始好一点 但温哥华的生活 很奇妙的 很多人都很有空 他们常怒你去打麻将 喝茶玩 后来读完书 开始又去玩 其实我以为自己可以随时改变 转变环境便可以 但实际上是不行 只不过是环境不同 但你做的事跟以前没什么分别 特别是小孩子开始大 其实他需要多些父母照顾 但我就推给我太太做 我自己就 其实真的可以说没什么责任感 想着他离开当然理你 我现在过来这里 我当然找些东西搞 其实都是去玩 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去搞 帮忙 Hugh's所谓的兴趣其实就是赌马 为了更加了解赛马制度 他甚至去马场做乙工 我进去Histing的马房免费做乙工 我认识了一班兽医 马夫和在这里的联马师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想自己去训练马 这是我初头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 跑马和香港的制度很不同 我又要熟悉跑马制度 如何出赛 如何分级比赛 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我便进来认识 我花了两年时间 然后我觉得也不够 我就去昆仑学校 去探索医学校 和马有关 我探索了十多个项目 目的就是想认识马 原来在我赌场的时候 就更加有把握 在1999年 Hills买了一个马场 他用了很多心思来建设马房 希望更好地治养和训练 还有买卖纯种马 我们这里有四座马房 还有其他练马的设施 因为我这里主要都是用来练马 基本上我四座马房的设计 都是这样的形式 里面有水机 例如你放在那里 喝一喝 他就自己会在这里禁 他很快就会认识 就算他第一天不认识 第二天都会认识 他没有那时候 他就会自动去喝 买卖马是一盘生意 我试过买一只马 7500美金 我卖了10万元 加币 那只马我训练过之后 很好 我就卖了给一个在澳门 一个马主 年龄赢了五场 他很开心 然后他很多只马都跟我买 我连续两年 我都买了四五只马给他 如果你买到好马 是会赚到很多钱 但是在另一方面 如果你买了坏马 你就自己吃光 我试过买一只五万元 不能跑 五万元美金 我以为五万元可以 可以买二三十万 很容易 如果他真的可以 很容易 但如果他不可以 你五万元是完全失败的 还加上你的训练费 可能蝕到六七万元 其实在两年之内 我发觉 其实这个行业都很危险 不是想象中那么理想 买卖的风险太大 Hughes就改为参加比赛 但是比赛规则又相当复杂 不但赚不到钱 还更加容易亏本 到最后 Hughes唯有收手 将马场出租 提供给其他练马师使用 菲斯省特别是这里 很多人喜欢骑马 但冬天 湿漓漓 特别是 因为喜欢骑马 都比较有钱 他们都想有一个 比较舒适一点的地方 又不会冬天 淋湿了 这个就专为他们而起 这个是奥林匹尔 尺寸的一个 我们会有一些训练班 有些教练来这里教的 他们教马的时候 他们的家长可以在这里休息 在这里看着自己的子女 在这里劈马 Hughes几乎将所有精力 都放在事业上 忽略了家庭 令太太很多埋怨 但是又没有办法改变 直到2001年 发生911事件 令太太感到生命非常脆弱 她想尋找出路 因为子女读书 有时有很多问题 就跟亲家说 她又不会想听 因为她觉得很烦 她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其实她就不想听 我变成了很无助 到911那件事 我也是整天在家看电视 就看到那些人 其实这么无助 怎么办 是否应该有出路 出路在哪 刚刚我在街上遇到鄰居 她已经去教会 我就一手抓住她 问她是否去教会 你带我去 谁知道第一次去教会 就是查经 那个经文就是 不可含露到日落 我很记得 那句经文一进了我心里 我觉得很温暖 也帮助了我很多 就是叫我不要再生我老公 我刚刚 這一天 月親翩翩月圓 同流物多 但各自各生存 神介入我的心 從頭收報 自己首先付出 我已做到 陽光你自從兩朝我老徒 才明了活著已是那麼好 誰帶著我一生安然埋埠 著處為童虎挖上了巨口 曾在我夢裡風光 遲來但我終得到 從新的擁抱 我第一次接觸聖經的經文 是這句話給我很大的安慰和提醒 當時連聖經也未懂得到教會 後來我很喜歡去教會 自從那一次是第一次 我很喜歡查經 因為經常在教會 在姊妹團契查完經回家 他覺得我很純如羔羊 又不是頂罪 又不是很冷戰 他就開始覺得我有改變 我看到他有很大改變 至少是溫柔了 對我聲氣也好 沒有那麼對著幹 有很多時候不高興 你說什麼他都未必聽 我便開始留意他 和跟他回去 看看他認識什麼人 回到教會 所以感覺非常好 覺得人們都很有愛心 也會關心別人 當然他們都會和我傳福音 但當時我完全聽不入耳 雖然對基督信仰有抗拒 但太太的改變令到Hills覺得好奇 於是他默默翻閱太太的聖經 希望找到原因 初頭看聖經就像故事一樣 但我另外看到有一句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聖詞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有時我們做的事情 只是靠自己 死做死做未必一定成功 就算成功了 你也未必能保持得到 我覺得他很有心度 我便慢慢開始繼續研究 研究得越多 你就越想去追尋 這個神究竟是一個什麼神 他在家裡有看我的聖經 第一 家裡我先相信 我女兒也相信 我兒子也相信 神的恩典 直到2005年 有一天 可能聖靈感動我 我和我老婆說 我很想相信耶穌 但我不知怎麽相信 我便打給一個弟兄 他以前和我傳福音 找他請你吃飯 吃完飯 我說我想決志 他很開心地決志 我想當他說 要約弟兄吃飯 但他想決志 其實他心裡已經有神的說話 否則他不會自己說要決志 決志之後 我更加擇心想認識他 但沒有人見過神 唯一在聖經 我便開始天天看聖經 我便愈有興趣 愈有興趣 愈覺得真實 聖經的話語和教導 幫助Hughes 開始慢慢改變自己的脾氣和性格 並且慢慢恢復和家人的關係 要改變 我真的要每天去警醒自己 例如我以前很大脾氣 又很性急 即是說話一說完馬上要做 在這方面 我現在還是慢慢要改善 但脾氣我開始減低了很多 即是不會那麽輕易發老 他仍然有些事情很執著 不過開始聽人說 起碼第一步不會反對你 或者不同意你 開始去留心聽 他可能未必同意 但後來他又會自己回去思考 又再想 想完之後他開始有些改變 他都盡量想做好些 沒有那麽驕傲 即是減少些 以前和太太 就是馬俠神 大家的關係不好 溝通就一定不會好 但當信了耶穌之後 大家的關係 都好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在我們中間 耶穌基督是我們一家之主 我兒子以前不太喜歡跟他說話 但現在我兒子都信了主 可能他又年輕 變成聖經的說話 他比我們更快 很多時候大家說話 他都會提醒我們 我們都很感恩 兒子都大了 有點像朋友 有一次我見兒子回來家 幫父親做個財務 父子的情盡在不言中 雖然我忽略了做我自己 應該作為父親的責任 但神幫我管教他們兩個 我覺得我是欠神很多 好,來吧 和家人和好 還有個性的改變 Hills明白到 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而當他在事業上遭遇困難 甚至被人起訴的時候 他更進一步學習相信神 以及倚靠神 三年前我租給人 那個租客我跟他有官司訴訟 這些人真的信不過 譬如你說的一 他說可以是二 可以是三 如果不是神在當中 真是口同備爭 錢會花了 因為打官司真的花了很多錢 還有精神壓力很多 在這件事當中 我經常和太太一起討告 令到我自己的心靈 和情緒都安定一些 因為很多時 弟兄姊妹也好像天使一樣 去安慰我 他面對的難處的時候 有時都唾棄 因為很多事情 為何會這樣 我想神給他一個很大的信心 見到面對困難的時候 是有失落的 不過仍然是很樂於在當中去經歷神 也在當中繼續持守 其實我們試過有一個客人 是扭我們租場給他 最初他騙我們說養雞 後來他用來種大麻 他給我們一個很吸引的數目 雖然那種種大麻是合法化 但後來我們都不敢做 因為怕得罪神 又怕失見症 有很多機會可能都是很危險的 用人的方法去處理荷物的事情 或者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他的選擇 願意行在基督徒 應該有的見證和身份上 我想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他持守信仰走異人的路 不是走惡人的路 我相信神在當中 去透過這件事 去告訴我 祂是和我一起去經歷 讓我有一個改變的心 因為我以前 我經常都說 這個對就是我所有 其實我所有就是在神那裡 我今天 敢結束你建立我 彷彬中 是你解決罪惡的事 就算少少苦錯都 也是祝福你迫當我 偷讓我 為奉獻這間新的我 為你活過 重重為貌現熱方程 遙遙上路讓我恨清 我去那些走前景難過 那真好笑 當耶穌的愛充滿Hughes的時候 祂的生命就開始改變 祂心中所愛的不再是錢、事業或娛樂 而是怎樣傳福音 向更多人見證神改變人的大能 祂都很感受得到 那是神的大使命 我現在五十多歲 所剩的時間也不多 我希望 接下來的時間 我可以做一些神喜歡的事 多謝大家收看欣語之聲 如果想更多了解這個節目 歡迎打來我們的熱線電話 3106-4444 或者瀏覽我們的節目網頁